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入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要来替国家来争取这个空间 这是立法院首次派出立委代表团 加入游说阵容 出席的立委不仅有海外留学背景 立法经验更是丰富 摆脱国内政治角力 一起向外争取国际助力 我觉得首先要必须面对的就是说 这些政治人物如何摆脱选票的压力 然后确确实实彻彻底底 除了为台湾 也为整个全球暖化的问题 重新调整我们的整个经济的概念 我觉得行政部门要非常重视 这个议题 这个问题 特别是中央应该要特别 有一个整个国家的环保政策出来 不能够只有让民间去做 让地方政府去做 为了对抗气候变迁 各国希望在2015年 达成一项有法律拘束力的全球协议 立委认为台湾必须把握黄金时间 台湾就是不能够缺席 这黄金的两年时间 我们应该集中全国的力量 不分朝野 从中央到地方政府 然后到非政府的组织 大家应该以这个作为 台湾国际参与下个阶段 最重要的目标 台湾争取加入 联合国气候变化纲要公约 朝野立委合力向外发声 展现一个团结的台湾